兴诺宁城堂一共40集,将会在3月11日大结局。 不过剧透很多,结局也看到了。 是江苏广播电视爆发的,看到那个结局,很多人表示,这是要烂美了吗? 说好的嘿呢? 夜谭恢复力量后,在陈渊珠杀了丽王、英昭、竹断山这几个仇人。 在玄商的帮助下,他们杀上了天界。 拿到聚灵玄灯后,里面的花灵却早就被屠灭了。 夜谭放弃了朱砂天地,只废掉了他的修为。 身边的胡衰却走入了一个极端。 他觉得既然四界不能容冬秋,那就一起毁灭吧。 胡衰带着夜谭到龟虚,为夜谭讲述了冬秋的往事。 趁着夜谭不注意,捅了他一刀,准备彻底解开龟虚的封印猎势。 朝风悬商发觉龟虚一动,意识到出事了,火速赶到了龟虚。 此时,胡衰带着青葵的花灵和夜谭,到达了龟虚的深处。 玄商不顾危险跳入龟虚,想要救下夜谭。 封印彻底破碎,夜谭在龟虚里感受到了上神神域。 才明白地脉子之的力量不是开启龟虚,而是平息混沌。 玄商带着夜谭飞出龟虚,地蓝绝等人赶到。 看着玄商渐渐不知,夜谭决心牺牲自己。 最后时刻推开了玄商,和青葵花灵一起吸收混沌之力,停赴了龟虚,自己也消散。 因为夜谭的旧事之举,四界众人才彻底醒悟,明白了以前对地脉子之的偏见。 天帝愧疚退位,清衡继任天帝,下令建立花界。 要用天下所有繁花之力复活地耐子之,最后嘲讽和玄商在冬秋养花。 这是官方之前剧透的结局,看起来很像是开放式。 并没有说夜谭清葵复活,导致很多粉丝非常生气。 一类人著作者都写了黑的番外,玄商夜谭嘲讽清葵,都和爱人得以厮守。 剧版如果再弄一个开放式,真的很让人生气。 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,想要过上幸福的日子,就那么难吗?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,因为有粉丝看过通告单,发现电视剧拍了双花复活的剧情。 就是演员里面没有李兰迪和何轩林的名字,那复活的场景是花不是人吗? 除了两姐妹外,其他的人都到了花界,欢呼着双花的归来。 如果是这个结局的话,那肯定比上面的开放式更好。 受界四人的同居生活和玄商夜谭的婚礼,这两个任何一个当作结局,感觉都比上面的好。